模型模型怎么聊 好男人来陪你聊 欢迎收听好模聊电台 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Daniel 我是阿星 Yes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10号 是小弟我的发心日啊 不是啊 今天其实有一场那个 OpenMine的演出啦 然后就刚好 没有因为太近了 12月真的比较忙 像我们这周也没办法出影片啊 实际上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支 我们想说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画面 然后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会放到YouTube上面 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有人可能反映说 真的看着那个背景图 太闷太无聊了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是像 呱吉的直播电台一样 我就一个人在工作室 就是对着麦克风说话 走一个感性的氛围 哈哈哈 哎呀 You're nice Yes 很棒的 那今天呢 就是 12月嘛 大家知道 那个日子快到了 那个传说中的日子 对 那我们在讲那个传说中的日子之前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上次讲到那个模型比赛的主题 其实大家的反应还蛮热烈的 有提到提到一些说 好像说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啊 会退订阅什么的 然后出现了很多的支持粉丝 就是让我有点感动 对 对 对他们就是 有些人说就是目前这个好模电台 是他们最喜欢的单元啊 然后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做模型的时候听都不错等等的 真的是 蛮感动的支持 真的有一批 对有一批支持之后 真的觉得还蛮开心的 在这边炫耀一下 对 那他们也有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模型课 到底为什么该存在有一些想法 那我看到几个比较有趣的 有个说法是说 用讲 讲到说知识需要被传递嘛 所以上课在传递知识 但是他说做模型 他需要相关知识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词汇 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的话 你是查不到那些东西的 所以至少课程的话 它可以带你 在你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状况之下 让你去了解说这本技术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啊 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讨论到 那我觉得其实也蛮有道理的这样子 对名词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对啊就是光是知道最一开始大家最先碰壁的东西应该就是 汤口嘛 然后再来就是无缝嘛 这些都算是比较专有名词的东西 我觉得对确实耶 我如果 哦对耶 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 啊书啦 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是有爬流程 就是说模型如何制作 然后他就有一些会整理说 你要先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全部都讲完一遍之后 再去跟 针对各个 呃步骤去 再自己去查资料这样 啊 对 对 我的是书 书本的 书本的部分 书其实就是全部整理好的东西嘛 对就已经有了 嗯 嗯哼 对啊所以 我觉得这个这个概念 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也是没有错的 好 那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有 有粉丝回应这样很感动 耶 算是给我们一个正面回馈啦 对 蛮开心的 然后啊刚才提到的嘛 反正就12月到了 准备要迎接的就是那一个 传说的 就是板桥准备要塞车的日子 对板桥准备塞车的日子 哦天哪我 26号那天我好去耶 天哪要羞 我觉得好可怕哦 不好出不出来 这个地方确实 那个车子真的是开不进去啦 哦是哦 可是搭车我又怕 没办法离开 还好勒 车站那边的人没那么多 还好吗大大众运数比较容易离开是吗 大众大众会比较好一点 哦 因为那边有人在 就是算 保全跟原济其实都有帮忙在做 那个交通指挥啊 阻挡民众要怎么走 就路线他们至少有排出来了 不然会太急 很恐怖 当住在那边的人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12月是很困扰的一个状况啊 老民吧 可是那附近还好是那个 板 板桥那边就新北市政府那附近其实居多 蛮多的办公室 比较少吗 住宅较少 都是办公的 大楼 所以 应该 不会那么的 老民 但我相信那边的住户 还是有啦 但 就 没办法 比较 比较没有听说就对了 相对来说还好 那边的办公大楼 比较多 啊哼 好啦那讲到这边呢 大家应该猜到了 我们说的就是 圣诞节我们耶稣阿苏的生日 阿苏 对阿苏的生日啊 那在阿苏生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习惯 跟朋友做交换礼物这件事情 然后 跟阿苏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啊 为什么会有交换礼物这个习俗 我觉得好像其实不同的传说对不对就是 圣诞老人跟 圣诞节本身这个故事是没有直接关联性的 然后送礼物是圣诞老人这边来的啊 对 对啊所以 这我不太清楚啊但是 我是 不觉得阿苏生日会需要 送礼物给一些不相干的人啊 大家不是一起坐下来吃顿饭祷告一下 感谢我们 阿苏拯救苍生等等的 反正总之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变成说 大家会出来 放闪啊 然后单身的朋友就好好待在家里听我们的电台啊 这样的感觉 OK 对啊不错吧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节目 跟一般的Podcast可能面相比较不一样 一般可能大家就是通勤的时候听什么的 然后上班的时候听 我觉得我们节目很适合你在制作模型的时候 因为你看不管打磨啦 噴漆等等的都是 比较需要长时间的作业 你就把我们的电台点开 对不对 就很适合 很适合陪伴一个 寂寞空虚的夜晚 对 就这么哭出来了 哭出来了 就这么哭出来了 好啦 那在讲 就是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之前呢 就是我会想说 稍微聊一下 就是上次 后来有提到说那个 小炎上事件嘛 就是 有一个说法说他有参与到那个东西 然后到后来大家都变成有点意气用事 所以版主就把那个内容删掉了 就是有一个朋友这样留言说到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讨论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生气 好生气的呢 如果说我们只是论述里去讨论的话 其实没什么好气的嘛 对 那会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 双方都会想要说服对方 对我们都想要把别人变成自己的形状 但是 他偏不 所以才会生气 对那这边呢 就可以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交换礼物这件事情 像我们公司啊 往年尾牙的话会有一个 算是天堂地狱礼物的这种游戏 那就是大家准备一个 天堂礼物跟一个地狱的礼物拿着要互相抽这样子 那 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 怎么讲 很有趣的一个共鸣 首先呢我准备的一个礼物 天堂礼物是 一个积木 一个nano block那种积木租起来是一个电车之类的 对 然后 就在反正就活动很开心然后就想说我准备这个礼物真的还还不错嘛 因为那东西不便宜应该是蛮有诚意的 然后抽着抽着抽着突然有人抽到他的地狱礼物一打开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是一个nano block的积木 哈 对 很妙吗 他把他认为是地狱礼物 对他认为那个东西 是 不好的 然后我就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的落差 对 所以 我就想说 这样就让我突然发现到 其实我们真的喜欢哪很有热情的东西 在别人看起来可能真的是一个困扰 那在这边 对 那在这边呢我简单跟他分享一下 我当时准备的地狱礼物 是一支牙刷 还有一条牙膏状的节目 干超过分 因为我想说不就是好玩吗 然后他居然给我准备一个积木 然后说是地狱礼物 我想说 蛤搞什么鬼 就是不太理解 阿环怎么送那个 那就想要问一下 阿兴这边啊 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这种 送礼物或者是交换礼物的经验 然后是 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你觉得这东西很赞 然后送给女朋友 或是对方换到之后 觉得脸色不太对劲的 我两个 但是 两个的 态度 都两个还蛮两极话的 一个是有一年高中吧 高中的交换礼物吧 我是送那个 组装模型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啦 我竟然是送这种这么 那个难度 路门门 很高的一种 东西给人 我说不知道这是哪根筋不对 我现在一定是不会送这种东西 我觉得超智障的 是有点太那个 对啊 另外一个话我是送 就像你那种 那种积木 积木的东西 nano block的样子 小小的 但 两个反应有点差蛮多 我先说 送积木的那个好了 送积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那一群好朋友 就是 那时候是大学同学 大家其实都一群好朋友 其实大家的 呃对于 这种 积木类 其实大家都 算 没有说 不排斥 所以 大家就算有兴趣 我把握说送这东西是没问题 而且我那时候忘记送什么 我还记得好像是送 宝可梦还是 就是比较可爱一点的 那种 那种积木 我记得他没有出这种联名款的东西 我就想说这东西也可爱 然后 女生或男生收到其实也不差 因为 就我认识的 那一群朋友其实不会说太 没有性别门槛啦 对对对对 所以 那时候 那时候我想说 就是 可以送 然后 这就没问题 所以那时候交汉到了 我记得是 我忘记 忘记是谁收到的 反正就是safe 安全下动 对对是没问题的 他的反应是没问题的 他是觉得很可爱 而且他也把成功组装出来的 所以是ok的 对 但是 高中那个 超智障 那时候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哪根琴笔 我就觉得说 大家应该会喜欢模型吧 因为我都理工科的 就是那时候勾动 就是离主的 我想说大家都是 都是那个 这种臭 臭男生 应该是不会对这种东西有排斥 但偏偏那一场活动里面其实有女生 但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就是 抽到刚好是女生 几率太低了 反正就不纳入 超重了 那一场女生很少 就是我想说应该不会好死不死刚好抽到女生吧 他妈真的好死不死的 就是抽到女生 所以就直接断送了一个 留下好印象的机会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有 他 因为他其实知道我们那时候 那一群串男生其实都有在玩模型 然后 当他抽到的时候 他只有说 只有说 这个要怎么组 是良性的 算是软性的 他的回应是好的 算抱怨吗 but 他后来听完我们解释之后 他就把 这个模型木尔推到我们面前说 可以帮忙组 然后再给我吗 他要 他要这个东西 他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他不想要享受组装的过程 他只想要一个完成品 这就跟刚才那个 那个积木是一样的问题 他觉得那个组装的过程是复杂 然后是痛苦的 对 对 可是 我不知道 对我们来说那个应该算是他的 一部分 感受这个模型的一个 对一个阶段 享受的过程 没错 但是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 他听完我们解释之后他就说 他就推完 推过来说 你可以帮我组完之后再给我吗 OK喔 好我主张 主张过程我可以享受到没问题 不是一般 一般不是交换礼物就是可以 有机会认识女生留下好印象吗 直接把自己变成工具人是怎样 这个还好啦 这没问题啦 感受 啊又离主咩 这感觉就跟你送了还没组起来电脑什么两样 他说 你可以帮我组电脑吗 组电脑吗 直接被攻击人 可以啊OK 烂透了 我哭了 哭了 烂透了 大概是这样子啦 反应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 有没有在同温层 有没有人接触在这一块 真的有差 就是要很拿捏 很拿捏 如果说是公司同事 我就不太敢送 这种东西 不了解 不知道大家那个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 男生啊 就是很容易 陷入一个自己的 怎么讲 幻想 幻想里面 对 臭直男 的那个 就像 之前台东他们有稍微聊过就是 男生会想要做一些 自以为很帅的事情 但实际上都超白痴的 所以我觉得 送人模型这件事情 也有一点像的那种感觉 因为 我之前有 就是有人来留言问过我说 他想要送一个 他是说老师啊 女老师的样子 他觉得说 送什么样的东西 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 那我是回他说 你可能要先问一下 这位女孩子 他是不是 对模型的东西有兴趣 搞不好他根本不喜欢玩具啊 对啊 他可能比较想要使用的 所以好像 大家很容易陷入这个 呃 思考的 泥罩里面 尤其是 以我们现在这种 又有点技术力的人 然后我们 受到吹捧 大家就开始 网路上说 诶 但你有老师 但你有大大 这样子我们就容易膨胀吗 我就会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真的做得很屌 然后我就更有可能变成说 啊交换礼物不然我自己亲手做一个什么 当做礼物吧很有诚意 搞不好人家真的只会觉得困扰 完全没有想要的意思 对完全没有想要的意思 他就说搞屁啊 占空间 然后什么的 搞屁哦 OK那 给这东西干什么 所以呢 今天呢我就有发问了 问一下大家说 诶 是不是 大家都有 交换礼物的习惯吗 那在玩模型圈的 人有没有这样子类似 送人家 模型或者是收到模型的经验 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 有一个 朋友叫做 ROAN 0223 没有收过 有点 有点难过 我不知道他是指他没有收过礼物 还是说他没有收到模型过 对对对 如果 如果是没有收到模型的话 不用特别跟我强调啊 如果说你没有收到礼物过的话 呃 呃 交点朋友 对不起 有有有点有点悲伤啦但是 但是没关系 悲伤的部分 我 我自己其实也是在 可能上大学之后才开始有这样的活动的 对 所以所以没关系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也许你可以 进到了某间公司之后 每年尾牙他就会强迫你做这件事情 到时候你就觉得说有点困扰 这是社畜的活动 例如我们公司 超烦 我觉得强制性这种做这件事情真的是 对啊就跟那个尾牙要表演一样意思 尾牙要你上台表演 哦你们尾牙要表演吗 就是 干 有啊之前都有表演啊 是觉得 真的啊 我看过之前不知道看哪个文章有写说 企业良好指标里面有提到说 尾牙不需要表演是 最好就是良好的公司的一部分 困扰到这个地步就对了 对 不是 我觉得这表演 表演真的是有一点 对啊 这公司没有钱请人家表演 就是人 就要你下面的人去表演 去表演 谁要啊 莫名其妙 我们之前是有就是 唱歌那个拿红包这样子 这还可以啦 这就满爽的 有钱啊 就是 你要利诱吗 反正尾牙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合 大家就是想要 轻一点就是轻一点这样子的感觉 能拿多少公司的好处我就是拿 拿 对对对 拿爆 对 所以这就是 有钱拿就是一个快乐的氛围啦 好不好 在此呼吁各位 自己开公司的朋友 我老板应该不会听吧 然后再来第2个是 我们的好朋友 勾聘 远在日本的朋友 他说送快乐的同餐 给的模型 真的假的 太没诚意了吧 又又陷入到臭子兰的思维 我会觉得不错啦 但我相信 不是 你快乐的同餐的东西 你单买也就39块 你 可是他可能 有可能是 我记不说有那些限量的 那个 就会合作 日本啊 日本那边好像不是有什么合作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你想想想 你想想勾聘这个人 应该是 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OK好吧 OK 好下一个 这个不讨论 Colman的人 一定就是把家里随便一个垃圾拿出来送 我们不讨论 OK 然后下一个 那不然就选择送公仔吧 送公仔这件事情 我以前的同事有做过这件事情 可是 他送了一个看起来像是 很像是盗版的大头公仔 然后是火焰忍者 这样子 那真的不行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 收到何止困扰 我还会质疑你的品位 可是不过说真的 如果是不懂的人 你他 拿到 盗版的东西 其实他根本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没有 重点是这个人 他在准备这东西的时候 就是很不用心 可是 你去看那种虾皮 或露天 不要露天 这样讲的 你去看一些 拍卖 就是那种 购物网站 其实 你会看到 就是 很多 两极话 像最 明显就是那个 Q版的那个 黏兔人 你会发现到 正版的跟盗版的 价格其实差蛮多的 甚至是用一半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 这对 马来里屋的人来说 他就是想要买便宜的 就可以送出去 像比如五百块的预算 他五百块就可以买到一支 黏土人 我他妈和乐部 然后就把他送出去 哦 对啊 可是 不懂的人收到的人 就会觉得说 好棒喔 那样子 我会开心 但品质 就是因为有差别 没错 所以就是 对 就是说 是不是玩家又在这边 出现了一次挑战 这样子 没错 如果像比如说 是我们收到 我他妈就说 你这是什么垃圾 这样子 然后就把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 我觉得 因为我看过盗版的黏土人 他的整个 颜色完全不行 对啊 就是质感差太多了 很多会差很多 所以 这千万大家 呼吁大家 如果你要品质的东西 千万不要买盗版 真的不行 真的真的 好 那再下一位朋友 他说 他说 帮他煮完再送他 跟你的四位一样 跟我那位 哈哈哈 那个你帮我煮完再给我 哈哈哈 而且这东西就很妙 就是 我在想啊 他这个人说 这个这位朋友他应该是 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可以 增加 一个 可能如果他要送给一个女孩子的话 他说我都不会煮 他说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煮 或是我可以帮你煮 可以增加往后一个互动的机会等等的 手把手 在背后 这样想好像又 还不错 对不对 在这边就是 那个女生要有兴趣啊 对 在这边告诉各位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种 臭宅男自己的 一个回圈啊 臭子男 没有人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可是其实最近 佐藏模型来讲 也不一定 假设如果他喜欢迪士尼的话 最近有那玩具总动员的东西 我觉得就还蛮适合 前日没有出 玩具总动员的 那个胡迪跟八十光年的 组装模型 我觉得那个就还不错 就是 确实是好的 也许啦 如果以后万代他的产品线越来越多元的话 搞不好 直接 什么送礼送到新坎里 模型错了 啊 你房间 没有完全没有押韵 抱在公司后面 笑死 我在笑你是没有押韵这件事情 我知道 可是我要再想一下 我等一下再平凡一次 没关系 可是像最近他们像自己本身自己产品像像 熊鸦凯 这个产品线也是个很好选择啊 就是 可是这个东西我之前也觉得说 他也许是一个破口 然后就跟我老婆讲 说你不觉得东西蛮可爱的吗 就是他想要打女性市场 我想就是 实际上问问看 呃本来没有接触模型的人看到东西反应怎么样 他就说 他肚子看起来像蟑螂 哈哈哈 干 干杯 哈哈哈 雅凯一格一格他说不行 然后看起来像什么虫子之外 他有点恶心 我把他磨瓶种型了吧 诶可是那个看起来真的是蛮怪的蛮恶的 但是他如果整个弄瓶就没意义啦 他就变成是 哦 就像后来又有出啦啦熊或者是 呃什么 东南爱梦这种的 对啊其实也是有啊 对不对 也是有 其实都是有 这个东西 你不要你不要你组装 那我他妈帮你组装完之后给你好不好 现场帮你组直接帮你组好给送给你 你干嘛不买金瓶就好了 对啊 没有 没有 只是觉得对模型这一块 你为什么不组啊 没有 诶 我觉得我们讲到现在我认为啦 如果 送模型 对方真的是对组装这件事情完全没兴趣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了啦 就不要送模型了 这东西 对啦 就是很两极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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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人就是会喜欢 这东西通常应该送你以前 你那群朋友应该就大概知道说 是那个 有没有人会接受 啊当然如果你公司交换礼物就算了吧 别 别买那个模型去拿去交换啊 对啊 真的很恐怖啊灾难耶 真的是蛮那个 对啊 对啊 然后下一位朋友是我们的 诶 MX他们有出很多女优的那个 对 女体扫描的模型嘛 是那个吧 应该是吧 应该是那个 SGAN啊 那个东西我觉得说到心情超妙的 但 我 我说到我会觉得蛮开心的 就是 如果说它是一个认真的交换礼物的场合 会很 尴尬吧 但是如果是一群 如果是 恶搞的话 我觉得 就大家好玩的话 还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拿来 鉴赏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今天鉴赏什么 对 好 然后最后一个 诶 他反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拿模型去交换礼物 当做传教手段 会不会造成他人困扰 会啊当然会啊 不然勒 会 千万不要这样子 传教有不同的手法 但这个方法是万万不可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 到底有没有办法 用什么方式 很自然的 在交换礼物这件事情里面 塞入一点点 我们大家各自的兴趣 还是说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合理 但我觉得像积木之类的东西 其实是不错 但真的很 很见仁见智 因为 就现在的人来说 这种东西 其实我不相信积木这种东西 没有 因为我想到的是 反过来讲 你当初 你那个公司交换礼物那一个人 他会把他列入地狱 那也是他个人感官的问题啊 其实我在想 我突然有一个见解是说 你送这东西 会不会 可以占用到别人的时间 对 就是 以 模型制作来讲 不是 不是以模型制作 就是以我们现在上班族来说 最宝贵的其实就是下班之后的时间嘛 然后如果你送了一个 需要耗费别人大量时间精力的东西 其实就是困扰的吧 但这个 这个就是要因 因而定啊 就是 有些人喜欢 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他就他说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能用在 他想要做的事情上 是没问题 可是 就像拿 他做积木这件事情 他可能一点点的时间去做完他 那个成就感也先是有先是愿意去做 可是 这东西 他不会 买 就是 这个人可能他购买这个东西的欲望 不是排在第一顺位 他可以先去买别的 他这种东西放在最后 他如今他现在拿到其他并不是不想尝试 也有了 是这种人 所以 就是真的是因而而定说 他到底对不对 这个东西 有没有钱 因为我觉得 这种 简简单单的积木 我相信 小时候大家应该多少少都会碰过这种类似的 不代表说 完全没有碰过吧 不然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 你觉得送什么样的宅物 是最OK的 我们以一个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的一个热情所在 散步出去 但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 最有可能 受到大家接受认同的 我们来讨论这个好了 如果 如果 我有操 你觉得送 漫画呢 漫画 其实风险很高 对不对 很高 可是就 就 如果是热门的 IP 我觉得还可以 可是漫画这东西很重要是 你不可能送一本吗 你要送一套吗 我就送他最后一集 你要送一套不是超暴重吗 我直接送他鬼灭最后一集好了 对啊说这个又可以来聊一下 这个事情不是 有些人在念吗 你说大家都只买最后一集 对啊 很多啊 有一些不一样 他买这种 系列书 就是一整套的漫画 只买最后一集是什么概念 我不太理解 就是纪念啊 他完结了一个纪念 说他是最大的最后一集 Finish 蛤 我 我不懂 很多都这样想 我不懂啊 我也不懂 就是说 你也不懂是不是 就是 我看有一件事说 因为最后一集 他想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样 但不管他前面怎么样 完全不管 蛤 他前面怎么样的旅途 他没有关系 他想要知道他最后 他这个男主角 到底后来是怎么样 就只是这样 那你自己有这种经验吗 就是什么很热门的作品 你是先知道说 他结局了 那我再回去往前追 我自己好像没有这种经验 老一点的吧 老一点的东西 应该会比较常看到 像那个 什么 我是说真的经典制作不算啊 例如说什么灌篮高手那种的 我觉得那个不算 就是说在当下 我99的第2部 打那个吸血鬼那个 戏子啊 不是 对啊 戏子啊 这个东西我也是 一开始是知道 那个 他会被丢去外太空也知道 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从哪边看到的梗啊 我是知道这个结局的 然后我是到 出了卡通之后 重新回去翻漫画 这我觉得这东西就很两极 就是我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可是我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到我光看了 的状况 哦 可是不一样啊 就是我不懂 鬼面这东西是有点跟风的现象啊 对 对 可是我相信 这件事情只是被因为 鬼面关系被拿来放大 我相信很多 一些 漫画 比较可能像Jump他们一些连载的 他们真的是 最后一集出了 我相信 还是真的会有人去买最后一集来看 只买一本哦 好快哦 我真的不懂 就是调查上面一定会贴最终话啊 这种人一定会去买 我不懂 但是真的会有人去这样做 因为 真的哦 这个只是因为鬼面关系被人家 放大解释在做这件事情而已 哦所以其实这种人一直都有就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 这我也是很难理解 但我大概想到是说 我他妈就是想知道他结局而已 就是 我开头知道 他发生这些事情了 然后他最后变怎样子呢 哦我看 哦原来他变这样了 哦耶 我不能理解的是 如果你只买最后一本 代表你其他的内容是从其他管道得知内容的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干嘛不就全部都从那个管道上面取得就好了 这我就不知道 这说不定 这说不定中间的那个什么看到版啊 或是看什么奇奇塔塔的人家剧透东西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你总是你总是要知道他的一个大架构才有办法看最后的结局吗 你总是要先知道他的背景大概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们这买这东西最大的 应该说是纪念啦 就是这是最后一集 你说当成一个周边在收就对了 之类的感觉 他到了终点了 这就是最后一本了 你知道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 之后不会再出了 他就是最后一本 最后一集 这种感觉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有个纪念性的意义吧 就总是会有人想要讲那个 听到最后一格的时候 你说他们就是 在马拉松比赛站在终点看的那些人的感觉吗 这种概念吗 不是啊 而且你看想一下如果假设你听到有你想买某些东西 他们是马拉松比赛最后一段那条直线跟着跑者一起跑的人 这样好像稍微可以理解一点 有病 就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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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人是 也是有这种习惯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做那个那个心境是什么 好不好 如果有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真的很奇 我不能说奇葩啦 我大概想像出来如果是我会买最后一集 我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他最后一本 然后可以买来纪念一下 就是 了解 就是他最后一本 我啦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想 对啊 Yup 好 那这边又有一个 就是有时候 不是会有什么女友生日或干嘛 纪念日之类的 男生就会送一个 游戏机 然后对方就毫无兴趣 就会变成你的 不是我们自己用啊 我的啊 没错 对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老婆其实也有留了一个言 她说 不准买 因为也不会变成你的 搞了吗 凶 凶です 不会是你的 都是我的 对 对 叫我不要做这种傻事啊 No 哎呦 天啊 可是 我不知道耶 这这种就算是真的是纯就是 纯恶搞嘛 对不对 对 蛮妙的 那 对啊像送游戏这种东西 哎 我觉得有在玩游戏的人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不会说 我交换你我要送一个游戏片 嗯 好像很少对不对 我自己自己是没听说过 这个真的是蛮少的 我很少 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主机这件事情 还有发售日啊 有没有跟啊 这些东西都要考量进去的话 其实满游戏这件事情 风险非常的大 其实我在想啊会不会就是 其实游戏玩家跟模型玩家比起来就是 游戏这族群的人更加社会化一点 毕竟他触及的面相比较广嘛 那这样子我就想讨论说为什么为什么 模型玩家 这个圈子的这个状态啊包含我自己也是 其实好像就比较封闭一点 而且我们有一股莫名的自信啊 就是这东西就是已经是很 入门的 东西 他不像 电玩这种东西 门槛很低 你要主 诶不能说门槛很低啊就是 你有游戏你有电脑你有PS 相关的东西 其实你就可以运作你可以玩 但是你不用下入 精深 就是你会玩你会用摇杆玩就可以了 但你不一定要通关 你会觉得有趣就好了 但是 对这一块我觉得这种入门门槛的东西又更 怎么讲 又再更的来的 深吗我觉得模型这一块应该 不是每个人都特别的会deep到这个东西里面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客观来说是这样吗 但是你不觉得 呃 就像你讲的你当时交换礼物你会觉得说送模型不错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觉得说这东西蛮棒的嘛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喜欢 就是这股自信到底从何而来 不知道 中了 哈哈哈 不对啊 超超不懂的对不对 想一想是蛮奇怪的 就是 就是 呃 哦 就是宅 这个东西就是宅 就是 宅 呃 宅位 急着推广 想传教嘛 就是宅嘛对吧 急着想要跟 跟他说 这东西超棒 这东西很值得 有够香有够赞 对 没错 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 因为像我的话 我有送过桌游 这东西反而受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东西接收度反而更高 哦 我觉得又可以 回到以前讲过的就是 这东西 接触的人多不多嘛 其实就跟之前我们稍微提过的那个什么 呃 交友的时候 不会用这东西当作一个开场白 是一样的概念 因为这东西不够大众 好 那看来就是 我们需要加倍努力的传教了 对对对 让大家都知道模型的 快乐 楽しね 因为我在 其实我在想啊 如果说这件事情 这有办法变成一种现象级的状况的话 例如说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说 呃送一个 很 很烂的东西很好笑 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 玩笑来送 就是大家都送模型就觉得说啊就是要弄你啊干嘛 是不是送久了就 变成是 一个习惯 就像中秋节烤肉一样 烤酒就变成一个习惯 我刚刚刚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我只在想 在日本 因为他们说 圣诞节要吃肯德基 对 康 康 没有我说觉得 康普拉这个文化 在日本 的 触 触及应该很深 就是会不会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 收到 他 他不那么小众对不对 对 就是算 受众是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 会不会其实对他们来说收到这种东西没有差 他们也觉得很棒 一直文化上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 如果说真的 他们那边的男女 之间 大家都对这东西是 有广泛接受度的话 那之前那个 肉胸部的女孩子的频道 就不会那么 爆红了 你懂吗 因为 就不会有 女性的创作者 女性的制作家出来开YouTube频道 然后大家有那么高的关注度 因为毕竟 因为还是少数 才会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会是 真的那么普及的一个文化 文化失败 我觉得可能 可能 真的 大家会是比较认识这个东西 但真的有兴趣来弄的 我也 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笔令上应该是差不多 我猜了 对啊 不然就 就不会有那种 就是 呃 女性的 红利啊 啊 我是这么想啦 而且线上的模型是 女性的比例也超少的嘛 对啊 就差不多啊 我就觉得 不行 我觉得这个这个推理不合理 好吧 好吧 对下一个 没有所以我就说 现在嘛我们就现在开始嘛 从现在有听到的然后我们就自己默默的办 其实有啊就是有一些模型店他们会办说交换礼物就是都送模型这样子啊 可是这毕竟就是聚集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圈里面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约好去参加一个什么联谊活动 然后就一群模型圈的一起报名 然后就送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 大家就觉得很荒 荒谬啊 说说 诶搞什么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宋模型是怎样 然后大家就转用不论是说 我朋友最近这很流行诶不知道吗 然后就变成一个文化 哈哈哈 用洗脑的方式 洗的方式 用洗的 用洗的 你不知道啊 这超流行的诶 诶你不知道 刚婆婆你有听过吗 没听过 怎么会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做这东西诶 就是 对 推广方法 可以沉浸你的心情啊 做起来很有成就感啊 还可以增进亲子关系等等的 一開始喇一哩有的沒的 有道理 是不是 傳教傳起來 所以我們先看到鼓勵做這件事情嗎 我有點擔心有人當真 等一下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啦 就是 教化禮物這件事情本身真的是 我覺得很難 很難送到 就是 你很難送到人家覺得滿意 因為你怕雷 怕雷就是變中庸嘛 對啊 對 所以說 除非真的有一個超級 厲害 你有辦法說沒有人會 不喜歡的東西 那就會變成什麼 日常用品 洗手乳之類的 如果你是要洗手乳你覺得很爛嗎 我應該覺得滿爛的 算了吧 可是再也不是說不實用 這還可以 我還可以接受 就是 喔 所以到後來大家就變成送食物嗎 對啊 喔 對食物好像也滿常見的 至少可以拿來吃這樣 yeah 唉唷 我剛剛講的之前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有交換禮物 就是收到抽到一個 不是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我抽到一個馬克杯 什麼樣的馬克杯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有點俗 有點俗的那個馬克杯 就是我們的共同朋友一個 女性然後叫做阿文的朋友送的 我一抽到我臉直接垮下來 就喔 這個 不行 爛透了 可是我可以理解啦 他就是 想要準備一個就是大家都可以拿來用的東西 但是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覺得 交換禮物這東西應該有點驚喜感 喔 他才 喔 嗯 對 就是你要嘛爛得好笑 要嘛就是真的很用心 嗯 我覺得中庸是不行的 喔 至少要有個surprise 這種感覺 因為就畢竟是過節嘛 應該要有一個 好玩的成分在裡面啊 好好好 確實 喔 那這樣子我知道要送什麼 你就送一盒模型 然後打開來裡面發現 喔 是鬼滅之人最後一集的漫畫 你翻開來發現 哈哈 裡面居然是灌籃高手 靠北 太多層了吧 哈哈 這是一個新聞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新聞 是一個 說有人要跟一個 反正 想要跟他借最後一集的鬼滅 然後他故意把書皮換成灌籃高手 把裡面的內容換成灌籃高手 回去翻開一定會 會很驚訝 而且他還放的是那個 翻轉翻轉翻轉 三井獸在打架的那一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就有人說 再翻轉了啦 打開來是刺目那一頁說 是炎柱嗎 嗯 然後暗希教練說 白色惡鬼 你是上弦 哈哈哈哈 之類的 莫名其妙 欸反正就是 我覺得要有點驚喜感啦 那 這樣子反過來講就是說 模型這東西 只讓人覺得 失落 沒有開心的成分 對於一個沒有在接觸的人來說的話 是這樣的感覺吧 嗯 喔這樣子好像可以理解 因為 首先我對這東西就已經還好了 嗯 然後他還要我花那麼多心力去把它做起來 喔這樣子一想真的是挺困擾的耶 呵呵 嗯 那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狀況呢 對不對我們現在就是要想辦法就是 你幫他 你幫他做 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做過這種事情 對但那如果他真的就不喜歡了 那就是本體上去不要 你要先 你要怎麼先知道他喜歡什麼 就是 假設假設我們現在是高中生好了 然後 就是坐在那個女生前面 然後每天上課就 打開一個模型雜誌 那邊翻越說 你不覺得很好看嗎 然後他就走掉了 哈哈哈哈 什麼鬼 哈哈 他就知道說啊他沒有興趣 沒有我是說他對你這個人沒有興趣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不知道這很難驗證 如果 嗯 對啊交換禮物這件事情真的好難喔 對啊 如果說 我相信我相信我們今年為一啊 應該又要做一樣的事情啊 嗯 我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的啊 呵呵呵 對啊 網天我們不是朋友自己有時候會 會玩嗎 嗯 你有參加嗎 我這幾年是都沒參加 有啊我是 就是用用技的 有是有玩啦 只是近 近期大概就是沒有在送 送這種 太偏門的東西 對 當然是比較受眾多一點的 之前我老婆他買了一個 呃禮物是 一個按摩石像 然後你可以從他的鼻孔抽出 衛生紙的一個衛生紙盒 嗯 那我覺得這東西就是 至少是好笑的 呵呵 那 我就講到這邊啊 那我們就 稍微來 看 就推一款 今天推一款就是 適合拿來送禮的模型 好了好不好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世紀難題 喔這一題解出來 得諾貝爾模型獎 對啊其實我自己 算是稍微 有個想法 嗯 你會想到這個 如果 如果說要先 呃 降低大家的認知落差的話 應該是少一個比較 男女通吃的IP 例如寶可夢 唉 我覺得寶可夢應該是一個 蠻好的切入點嘛 對這是我的看法 那就送一個 皮神 皮神沒有人不認識嘛 所以應該也沒有人討厭他 吧 這個還可以 像還有之前那種出的多拉A夢 我剛剛有想到另外一個 喔多拉A夢也是 就是那個喬巴 可是那個就有點 喔喬巴也是 就是那五隻可以合體 五隻可以合體的那一個 喔不行我覺得那個不行 欸很可愛啊 太多合了 他零件很多 你可以把一個 一個來就夠了啦 你說的是一代還是二代 一代二代 一代是可以組成變大的喬巴 然後二代是組成一個 瘦人型的小隻的喬巴 我應該 我記得應該一代啦 印象中都是一代 一代是變成那個吃藍波球 變超大的那一隻 對 我也是覺得那一隻比較好看 不過當時確實有一些 網站啊或者是那種頻道 他們都有一個企劃就是說 讓女生來做這一盒模型 然後就是想藉此跟 女性市場做一個連結 但我覺得那東西他做的還是有一點 還是還是很機械啊 我覺得會喜歡機械的女生 真的不是這麼常見吧 好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 如果如果我們現在聽眾 有一些女孩子就會覺得說 不會啊我覺得收到模型超開心的 歡迎跟我們分享好不好 嗯 相信很快就有人私訊你跟你聯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超變態的 不知道在幹嘛 而且我們頻道 我們這個節目 根本就是百分之百男性收聽 根本就不會要女生 不要女性啊 沒有女性 不要再騙自己了 對不要騙自己 所以說最後其實就是 好我們臭臭致男的一個想要 滿足自己欲望的一個任性的行為 對 好像真的是這樣欸 可是說真的送禮物這件事情 你 哦 這讓我想到一個事情 就是 人啊 人這種生物 在求偶的時候的行為其實蠻荒唐的 就是例如說我們現在在一個 交友網站的環境 大家應該都有所耳聞嘛 如果說今天呢 人是像鳥類一樣在追求伴侶的話 一切都變得很浪漫 你說這是我為你準備的好吃香甜的水果 或者是這是一支我特別為你耳邊的舞蹈 你說我這邊整理特別打扮這個房間 就是邀請你來一起享受這個空間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今天真的是人的話 他就說給你看看就是我老二有多大 這是人的思維 大家應該都有所耳聞嘛 大家有所耳聞 就是一些 不管是可能所謂交友平台也好 或一些網美 他們肯定受到這種騷擾不堪其擾 但為什麼 人會把 男人會把這種東西 拿出來當作一個追求伴侶的手段 你應該覺得 我這東西就是超級棒 我會讓你看看我最棒的一面 的感覺 所以 也就是說 我們會拿模型出來當作一個禮物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這東西超級棒 那 反過來說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是認知 認知的問題 認知落差 就是你覺得超棒的東西 別人根本就超級不care 甚至有點討厭 對 怎麼會這樣 到底是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讓男生跟女生的 認知落差這麼的大 而且是普遍現象耶 對啊 是普遍現象吧 是普遍現象 對 今天這樣子我們兩個臭子 難是討論不出一個結論來的 哈哈 我們應該要找一個 不一樣觀點的人來 來理解這件事情 好不好 大家快點快點來 幫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呢 模型明明就超棒 如果不是今天要錄這個節目好不好 好我又去OpenMine那邊推廣模型 喔天啊 對不對 打破我們的舒適權 打破他們的舒適權 讓你們要瞧瞧 讓我們瞧瞧什麼是模型創作者 沒錯 感受一下 穿教室 穿教室的力量 Yup 對沒錯 好啦 呃反正呃 好 交換禮物的話大概是這樣子啊 就大家有稍微分享一些經驗 那 Yup 大部分 都是 不好的經驗 哈哈 所以在 所以在這邊呢我們就 呃呼籲各位 模型玩家 如果說 今天我們不是在一個舒適 舒適圈的一個活動裡面的話 可能就不要 挑選模型當作一個禮物了 對對對 沒錯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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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真的要送的話 到底有沒有什麼小東西是可以送的啊 我本來覺得Wigo那一類的東西好像不錯 哦 可是那個也蠻 蠻細類的 可是那個東西也是很那個齁 也是很 對啊 很看人 對啊 如果真的要送送寶可夢啦好不好 你就今天我們就推寶可夢這個東西 Yup 寶可夢的組裝模型 還不錯啦 總不會有人 對啊 黃色老鼠 對那關於 對黃色老鼠 黃色老鼠 哈哈哈哈 好那今天關於這個主題的部分差不多到這邊啊 那 久違的我想要分享一些 新聞類的資訊 本來應該是前面講的 我忘記了 但是有一個東西想要討論一下 就是說 呃今天看到 帕文看到一個東西是 原神的 帳號被盜 然後 這個帳號被盜的人跟官方就是米哈游這邊反應嘛 嗯 然後米哈游過了三個禮拜之後說 哎 你這個帳號呢 在你反應被盜之後 課金課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歸還你的帳號 哇 這件事情 很 妙 首先 為什麼人家要到你的帳號去課金 哇 這我就不理解 那有一派說 然後再來就是米哈游這邊的態度也很 也很微妙 他就是 金錢取向 那我看到的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 呃以前好像FGO這邊 有一些所謂的帳號交易的狀況 那就是有一些玩家透過這樣的方式 比如說我賣給你了之後 我說欸我帳號被盜了 我要把我帳號拿回來 做這種詐騙 哦 然後 對耶 對所以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保護機制 但 嗯 合不合理我不知道啊 嗯 應該說 呃 這個交易本身 存在的風險真的就很高 大概是只有行政 只能這樣子嗎 嗯 對啊所以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欸蠻有趣的 那就是接到是接到今天的那個主題就是說 欸 你的東西 欸等一下我剛剛想要怎麼轉的 哦 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 你送了一個模型然後對方覺得說 哦這東西好像蠻棒的欸 那不然你幫我煮起來好了我再拿回來也是因為你這種感覺嗎 就是說 欸 我今天拿到這東西了 但是我說啊這東西我就是不會了嘛 我不懂就說欸我這東西被盜了你先還給我 我再給你給來給去 好像不太對邏輯怪怪的卡卡的 清清湊不順的啊搞屁卡卡的 好啦反正就是就是就是原生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啊 嗯 好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讓我很振奮的消息是那個 Degimon 他怪獸對打機要出最新一代的育成機了耶 育成機欸好好久沒出育成機了好感動喔 真的這個真的等很久欸 對他的大家之前在敲碗啊 呃有背光有彩色螢幕 有 然後 育成的 可以擴充 然後網路 哦 對對對 哦真的有夠香 其實這這幾年還是有出育成機啊 是出那個 以前的最初代怪獸對打機的合集版嘛 然後X-Conti那種的 就是跟最早最早的怪獸對打機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一樣就是那個點陣圖 然後是沒有背光的液晶螢幕這樣子 嗯 但是這一次的那個 他叫生命手環嗎 還是脈動手環 本來不管 那個東西 哦 讚的 對啊 他 他 他這個東西 然後 1000多塊這個價錢 以歷代的怪獸對打機來說是很便宜欸 對啊便宜啊超便宜的 而且還可以擴充 哦 可以擴充而且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是他可以偵測心跳 他變成說要透過偵測心跳的方式來養那個怪獸嗎 對啊 運動手環 酷欸 真的很讚 真 哦 對啊 這東西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說你聖誕禮物送這個給人家 人家會開心嗎 不會 哈哈哈哈 哦 在這邊我要分享一個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嗯 其實不是交換禮物 我就是我跟我老婆已經結婚了之後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一支運動手錶 嗯 然後他一直不讓我買 嗯 然後到最後就是說 趁他生日的時候 就說 欸不然我們來買一支對錶好了 嗯 我就買了兩支 你一支我一支這樣子 以達到我自己想要帶運動手錶的目的 哈哈 哈哈哈 你一支我一支 對 哦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覺得 呃 想要推廣這件事情 推廣一個你想要的事情的話 你就找一個理由 例如說你的女朋友 或是一個曖昧的女生 你會跟他說 欸 這個什麼明依凱 小熊凱很可愛 我們做一人一隻這樣子 當作定情物 欸 一切都變得很合理的感覺 哈哈哈 啊 啊 所以問題不是在說你送什麼 問題是在於說你要先有一個女朋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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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沉重嗎 對 我覺得這個結論下的蠻好的 哈哈 哈哈 嘿 不是因為你看 你看 你送東西 你要有一個目標嗎 你要如何瞄準這個目標 你就要確認這個目標對這個東西是有興趣的嗎 嗯 那如果這個目標對這個東西沒有興趣怎麼辦 那他必須要有愛 什麼愛 包容你這麼任性的愛 嗯 你送什麼他都必須能夠接受 嗯 那怎麼樣會有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先交給女朋友這個人就會出現 哈哈哈哈 哈哈 ok 是我覺得 今天這樣的一個結論是非常的溫馨的 好不好 那在這邊就是 到 到那個日子還有兩個禮拜 那大家就 加油 嗯 先去做一個 呃 筛選 人員筛選 然後再 再想辦法就是 推他入坑 這是我們 身為我們教徒的一個廣大的計畫 嗯 那如果還沒有結婚的朋友你可以 每年推一個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那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這些喜歡模型的人呢 就會 散布在人群之中 對 你今天送給一個女孩 他變成一個模型愛好子之後 明年 欸 搞不好他就送給一個 不曾接觸過模型的男孩 欸 欸 對不對 推下去 興趣就是這麼傳播出去的 沒錯 那 今天呢就是我身為模型教教主的一個 開示 那希望各位教徒有好好聽進去 對 還有兩個禮拜 大家請好好努力 沒錯 讓我們這個模型教越來越壯大 嗯 越來越多人 可以加入我們的這個行列 好 那今天的結論就是 接著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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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沒關係 那就這樣 好那 好 那在這邊就謝謝各位的收聽 我是好男人 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喔 我是阿欣 我是阿欣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呵呵 不行我現在一直在打嗝 我一直在打嗝 我一直在打嗝 喔你在打嗝 我想問我 想問我 我一直在打嗝 一直在衝 好嗎